搜解凱以及王柏姐在今天凌晨4點 是到台北大安區的一間KTV唱歌 沒想到過程中 卻與不同包廂的客人爆發衝突 最新的監視器畫面曝光 可以看到當時他們打成一片 其中一名倒在地上的林姓男子 他就是搜解凱想要保護的朋友 他的身份也被起底 原來這名林姓男子 就是已故藝人掃鬼黃洪生的媚婿 當下因為在等電梯 與對方發生了口角 好 都不要動 都不要動 坐著 都不要動 呃 就是 我到了 剛才是三個 然後莫名其妙被打了 呵呵呵 你坐一下體力 我們到了 阿倫有受傷嗎 沒事 他們是在等候電梯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口角糾紛 那 陳羅兩人呢 就到臨南 他們所在的這個包廂裡面理論 並且 對 一名林姓男子 這個 偶打 那修 以及 王明呢 他們兩個 為了要保護 朋友 所以雙方 互有這個鬥惡的情形 那 全案呢 因為雙方 互不提告 好 那我們警方 一樣 依社會秩序 維護法 來爭辦 收解凱以及王柏姐在今天凌晨四點是到台北大安區的一間KTV唱歌 沒想到呢 過程中呢 卻與不同包廂的客人爆發衝突 最新的監視器畫面曝光可以看到呢 當時呢 他們打成一片 其中一名倒在地上的林姓男子呢 他就是收解凱想要保護的朋友 他的身份也被起底 原來這名林姓男子就是已故藝人掃鬼黃洪生的媚婿喔 當下呢 因為在等電梯呢 與對方發聲了 口角才會上演這場全舞行 那警方獲報之後是立刻到場 但你看當時的畫面 可以看到警方到場之後呢 包廂內還有兩名女子是不斷的尖叫叫他們不要再打架囉 看得出來是受到相當大的驚嚇 那後續呢 警方呢 也將修解凱王柏傑以及小鬼的媚婿 通通帶回警局 事後初步了解他們是不提告 不過還是被警方以設違法來送辦 稍早修解凱做完筆錄之後呢 是走出警局 他也感謝大家的關心 不過他也強調呢 他在KTV內也不知道為何會被打 不過根據警方初步的掌握 原來當時呢 修解凱以及小鬼的媚婿在等候電梯的時候 小鬼的媚婿呢 是跟其他客人爆發了口角 對方呢就衝到他們的包廂 把人拖出來 當下修解凱以及王柏傑是想要來勸架 沒想到勸架不成 自己也捲入這場打架之中 不過警方也起底到 其實動手打修解凱的 這名陳姓男子 其實他是統促黨的成員喔 過去在北京也常常跟記者 發生了爭執 這回呢也一併被送到警局 來依設違法送辦 以上是現場為您掌握的最新 好 謝謝玉君 那這一起糾紛的起因 就是因為這同胞商有人被找麻煩 所以呢修解凱呢 還有文波傑是兩個人 勸架過程中就遭到了波及 那警方調查起端呢 就是一名靈性的友人 搭電的時候呢 對方就跟王柏傑 疑似有認識打招呼 進行的口角兼職 心聲不滿才會曝光 那現在呢這名曝光的就是 已故的藝人 小鬼黃洪生的媚婿 再來這個說到 年新修解凱跟王柏傑唱歌 卻反而上了社會版面 那麼他的妻子賈靜雯 在第一時間得知這樣一個訊息 那其實呢他人剛好是在泰國 不過因為是修解凱 41歲生日原本是要反台來共渡的 還特地的第一次搭了紅眼班機 那夏飛機先是聽到的 卻是先生受傷進警局的消息 對此賈靜雯也是簡短的回應說 他還在瞭解情況當中 阿倫有受傷嗎 阿倫有受傷嗎 你眼睛有拿到嗎 你在哪裡呢 那個沒了你在哪裡 沒了 我們到了 火料 而且有 有什麼想表達的嗎 門口後門 趕快 中式 中式 各家都來 都在樓下 你們車子在樓下 你們車子在樓下 對啊 我們在B2 沒有受傷就好 沒事沒事啊 誤會一場 謝謝 拜拜 拜拜 謝謝 拜拜 拜拜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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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方這邊 就是陳樓這邊 他們其中有一位 是跟乙方 那個王姓南子有認識 那是打招呼的時候發生爭吵嗎 打完招呼之後 大家有一點口語上的這個糾紛 所以才產生後續的這個肢體衝突 甲方是不是還特別去找他們的包廂在哪 有 他們有在返回包廂裡面去找這個 王姓南子裡面的包廂的人 那可以幫我們等一下講一下修姓跟王姓的傷事部分 有受傷嗎 王姓南子呢 臉部 手部 都有一些擦坐傷 那修姓南子也有一點小擦傷 修姓南子是不是眼角被打的喔 就是一點小傷 在這個眼角那邊 甲方有受傷嗎 甲方也有受傷 也是一樣擦坐傷 但雙方都沒有中醫吧 都沒有 我們警方有詢問 他們都說不用去醫院 他們也都不願意提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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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